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正调侃着说 那有人把手挫开着拍呢 正说着天花板的灯忽然暗了一下 珍珍望向了窗外 似乎是看见了极其恐怖的事情 直接就瘫倒在了地上 接着画面一转 男主村南接到了弟弟打来的电话 告知自己可能快要死了 语气中满是恐怖跟绝望 村南赶紧狂奔回家 而看到的只是弟弟血肉模糊的尸体 死法和餐厅里的女孩珍珍一样 心脏骤停 眼球炸裂 虽然失血可导致人眼内压人高 但也不至于炸裂 于是男主决定要调查清楚 男主先是找到了目睹闺蜜死亡的小美 两人是一拍即合 共同调查起了这两件爆破死亡案 在调查中得知 死者两人曾和一个叫香奈的女生一同出游 两人赶紧找到了香奈 谢天谢地的是她还没有死 他们告知了起两起离奇死亡案 但香奈看上去并没那么吃惊 似乎是早有预料两人会找过来 得知两人的来意后的香奈也讲述了三人出游时发生的事情 香奈表示 当时我们正聊着鬼故事 正好送酒上门的卷毛哥说自己也有一个很棒的怪谈 而为了打发一般时间的旅店服务员小军 闻声也跑过来加入了他们 饶有兴致地听了起来 这是一个日本显为人知的传说 如果独自夜行时听到摇铃声 这时回头你会看到巫婆打扮的女人摇晃着缓缓走来 她的眼睛大得可怕 双手合十被铃铛的红绳贯穿 而只要知道她名字的都得死 听完描述 村南两人是一脸的懵逼 死亡案怎么还扯上了鬼神 为了打消尴尬 香奈去厨房泡茶 香奈是许久不归 村南进屋寻找 却发现香奈竟然正在上吊 村南两人是赶忙救下了她 而香奈的嘴里还喃喃地说着 白警来了 就这样 村南两人也卷入了其中 自从那以后 小美也像传说的一样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比如在自习的时候会感觉一只冰凉的手搭在自己的手上 同时 村南在收拾弟弟的遗物时也看到了人的幻影 看来两人因为白警的诅咒开始出现了幻觉 与此同时 一名东京日报的知名作家了解到了眼球爆炸案 由于女儿不幸死于车祸 她打算解析此案来转移注意力 通过调查 她将目标锁定在了曾经去过温泉酒店的死者们 而另一边 躺在医院的香奈最终还是没有逃过白警的追杀 领了盒饭 而作家得知香奈去过温泉酒店 于是来到医院打算采访香奈 而见到的却只有香奈抱了眼球的恐怖尸体 而目前唯一可能找到线索的地方就是那家温泉酒店 与此同时 村南和小美也结伴赶到了酒店 三人是不期而遇 得知目的一致后便打算联合调查 随后从服务员的口中他们了解到 服务员小军也调查过此事 接着作家赶到了小军的家 发现小军并没有死 但也被吓得不轻 随后作家从小军的口中得知了白警的传说与死亡诅咒的故事 既然如此 小军又是怎么从白警的手里逃生的呢 很简单 只要盯着白警看 他就不会移动 一定的时间便会消失 另一边 村南两人来到了酒店 打算询问香奈口中的卷毛小哥 老板却表示卷毛早就死了 这时影片开始闪回 原来卷毛哥小时候在一本破旧的民俗手抄本上 看到过关于白警的传说 那他为什么没死呢 主要是那个时候他喊小 没心没肺 转眼就把这事给忘了 结果那天听他们讲都市传说 又把他的这段记忆给勾了出来 到了晚上 作家和妻子闲聊 顺便将白警的传说告知了妻子 呃 他和妻子到底有多大的仇啊 通话结束后 作家便开始和村南探讨各自所得的线索 与此同时 小美正在回酒店的路上 身后却传来了一阵摇铃声 此时小美只是视线略微的偏转 白警便迅速的向他逼近 小美慌忙给村南打电话 村南反复的叮嘱他不要移开视线 而小美试图逃跑 但在白警的面前却怎么也挪不开脚步 这时小美的身后传来了死去闺蜜珍珍的呼唤 珍珍不断的责备他 为什么不回头 他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小美很害怕 但还是尽力的克制自己不转头 就在这时 村南及时赶到 两人是交替掩护瞪眼后撤 不知是过了多久 两人就这样睡着了 等他们再次醒来 天已经亮了 白警也不见了 为了继续调查破解诅咒 他们叫上作家 一起在书籍里找线索 找卷毛哥口中的民俗 由于作家担心家里的妻子 便带着村南二人先回东京 不料车子在路上出了故障 而小美则拿出了本子 在研究每一次见到女鬼的时间规律 她发现白警基本上 都是每三天出现一次 然而今天正是他们的三日之期 此时作家是心急如焚 他们三人应对白警是挫挫有余 但她的妻子却是孤身一人 白警找到她妻子的概率只有四分之一 不过这谁又能保证第一个不是去找她的妻子呢 这时作家爆发出了她的数学天赋 如果人的寿命有八十岁 约三万天 白警每三天出现一次 八十年也就出现一万次 要是知情者有十个人 平均一人见到一千次白警 知情者一百人 平均一人见到一百次 由此类推 一百万人之间 每个人一生见到白警的概率只有0.01%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白警这个名字 那更是比车祸的概率还要低了 一想到这里作家赶紧拿着电脑 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想要把白警的解说报告上传到网上去 但村南和小美却顺母星发作打算阻止 却不小心被推落山崖昏死了过去 而作家也趁机跑出了树林 用手机微弱的信号给妻子打电话 而此时摇铃声响起 今日白警选择的目标正是作家 并向她一步步的走近 而在最后一刻 作家仍在让妻子发布解说报告 这时身后传来了死去女儿的声音 在呼唤着父亲回头 在最后一刻 这个男人回头露出了绝望而欣慰的笑容 这里可以看出 再聪明的男人 作为父亲也心甘情愿啊 三日之后 昏迷多日的小美已经恢复了意识 但狗血的一幕出现了 小美似乎并不记得眼前的村南 对 她失忆了 村南明白 这是解除白警诅咒的唯一方法 为了小美 她只能是隐瞒真相 于是便寒暄了几句 哭笑着起身离开了 随后再经过一个铁道路口 村南停下来等火车通过 然而紧接着 她就看到白警站在铁路的对面 在村南恐惧的目光中 故事到此结束 很日式的恐怖传说诅咒杀人 恐怖的氛围还行 白警的造型也不错 只是叙事节奏略显脱塌 不过作为日式恐怖新片 还是鼓励为主好了 最后涛哥只想说 日本的都市传说是真的多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